好,大家好,星期二晚,崔姨們 大家如果剛才有看我Facebook的Status都知道 這次真的很嚴重,為什麼呢? 因為劉翁剛剛應該在商台上off mic 昨天劉翁已經在左奧大局做了一晚的客席嘉賓 今晚再接再例做多一晚 所以現在劉翁應該是飛的趕過來 今晚阿東也不能出現 結果請到超級替工,找蕭先生過來 謝謝雷宇洋,因為打算要來坐 誰知道我身手上路 找了一個網台中司,蕭先生來 多謝蕭先生來坐一坐 蕭先生來到,當然了 我們做一個下把位,讓蕭先生先說 先說一說兩樣關於一般性的事情 首先就是,今天到了我們的新寫字樓 但現在開始展示一些照片給大家看看 我說這個是一個重大的投資 大家看看,這裡是那個 控制房子進去 即是你怎樣叫做這個 你一直轉第二張就可以了 怎樣叫做這個講究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首先第一就是 不只是宿舍大很多 宿舍大很多 宿舍大很多是三重隔音的 然後進去都是兩重實心門的 即是裡面 當然這些是全新機器來的 即是我都說了 你看這個控制房子多大 即是全新機器來的 那就是 那些長角,角角其實要圓的 其實是 後面就要有三米的寬度 否則打燈就不好看 即是全部都說這些東西 沒有角 即是這樣 那些氣候要轉彎 即是全部要 明白 不過Zero如果坐在那裡 不知道會不會不會那麼爽 因為呢 現在我們在外面的操控器 Zero 平時他們坐在做事的時候 就全部捱著牆的 現在就很舒服 現在裡面可以打關斗 你看 平時 因為 如果你們來過 人望天樂里 就知道 這裡有幾隻門 你永遠都不能在 操控器後面經過 因為他們全部貼著牆 所以 如果你從另一隻門 去到另一隻門 你是要走出去 繞過一個圈 才能進到另一隻門 大家知道 其中三個宿舍 都是用KumaKey的 還可以站在那裡說話 即是有一個宿舍 即是遇到別人站在那裡說話 第四個 後面是大玻璃的 即是看外面寫字樓 好像Cable 那些 newsroom 如果我看你的Facebook的status 你也有更新的 就是 即是 遲下有了ChromaKey的畫面質素 會再高一些 因為現在有ChromaKey 但這個是一個 Analog系統來的 其實 就會轉了一個 最新的Digital系統 以及 全部都是高清的 因為現在全部的設備是一致的 就是這樣 沒有Noise 即是沒有那些 即是令那些Quality消失的東西 即是Analog的訊號 永遠都是有些Noise 是啊 那就是 我就說過了 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的 即是 如果我們自動倒閉 我們就會請其他的黨 這個團體 都可以上來做節目 其實我們用不完 除了這兩個 就還有兩大課室 一個課室是100人 一個課室是50人 又可以直播的 哦 可以開forum 可以直播 你可以來開EGM 即是這樣 是啊 那你遲下會不會再搞 食窮蕭若元 會的 可以坐200人 即是這樣 這樣也挺重要的 是啊 即是一次過的功能 隨時可以坐200人的 這樣 那星期五 就搬了 但是 我們會請愛講力 都會上來做節目的 他敢上來 這麼緊要 是啊 我不怕你上來講 另外還有些 如果你想自己做網台 你租我們的Studio也可以 其實是用不完的 我們的設備 今天我已經硬吃了 這個陳正心的東西 左右紅藍綠 左右紅藍綠 陳正心 即是要請他上來 當然 如果今天有看陳正心的影片 都知道 基本上 都是跟蔣麗雲一樣 都是背稿 然後說話 就是死板 跟他平時 我們親家 看到的 是很不同的 其實平時 潮州辣妹 不要說辣蟹 潮州辣妹 平時 在示威現場 相當飆刊 背稿方面 他也相當流暢 跟左右紅藍綠 是完全不同的 有些網友說 甚至乎 看他上去 左右紅藍綠 就想起恐懼鬥室 那個木工仔 我想玩遊戲 就是 總社會留在人夫工業大廈 即是吉之島對面 地鐵站附近 即是很方便 是 九龍 如果有行東邊過來 也很近 就是 Livestream 在其他節目 你看一下 這個Livestream 那裏是一萬七千尺 一萬七千尺 這些尺數真的想像不到 一層只有一萬七千尺 那裏有多少尺 這裏其實是一層 實用面積是三千多尺 嘩 真是 可以搞一個室內求場 所以開放日大家上來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定要跟大家說的 就是關於 葉國謙那個 動議的修訂 你說一下為什麼這麼重要 葉國謙的動議生理很簡單 主要就是限制議員 只可以修訂一次 對 因為其實拉布有一半 就是在這個財務會議 沒錯 如果每個人只可以提一個修訂案 很快就可以過了 那就是拉布 就廢了一半 是啊 但是現在的情況 就是財務會的情況 據聞會不會都會有機會 就是 不再 就是 會把這個動議收起來 會不會呢 不會的 他一定會提出來的 一定會提出來的 但是我們希望做些事情 就讓他一次過收回 所以我就在這裡號召 大家義工立即就是來自 向你的驅頭報名 就是港島、新東那些 是 因為我估計他下個星期五 就會 下個星期五 就會提出 如果禮拜五提出 根據五加二的原則 在兩天前 你就要把那些修訂案提上去 是不能臨時提的 那目標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 就是說 你禮拜二晚就要提上去 是啊 大家做好 我們就預備 目標就是這樣 假如有 如果不預早做 到時是做不及的 就是一兩千個修訂案 其實就是投降 其實就是 那麼最低限度 就要做四萬個 四萬個呢 就是六萬分鐘 是一千小時 哈哈哈哈 如果做節目 是會做死人的 一千個小時 混蛋 你每個星期開 每個星期開 每個星期開 二十個小時 這個會議年度 都沒有辦法過得到 你知道嗎 他就投降了 就是四萬 他基本上都會投降 但是我們做事就是 就是 就是 希望做大事 當然 所以就是人力義工隊 我希望大家 就是 立即找Souho 找Jesse 尖東 找所有人報名 六星期一 我正在訂紙 六星期一 就大量編出來 大家在家裡做得到 做到手指上 來到就編出來 那些方案是 我們有文稿給你的 是 你改一些模式 譬如說 十億零 一百萬 十億零二百萬 你一直改定 到時候 我們就不停地 編出來 我希望達到一個目的 大家聽見都會很高興的 因為我已經搜尋過了 建立士大全 十七萬五千條 就是法國 那次看出來 就是人力義工隊 一獲就十八萬條 就是青史留名 你知道嗎 十八萬條 你還不合奸 那我們的義工 真的要幫忙替造歷史 才行 替造歷史 是啊 所以現在 你一開這些議會 都已經相當卑鄙 因為其實 整個政府 或者整個建制派的口徑 你一向都在 你知道我們的精神是什麼 我們的精神 就不是假裝反對 我真的能制止到你 葉國謙 就是這樣 是啊 神經病 秘書處 我一車一車去 他已經投降了 這次是 上次葉國謙拿著動物品 動物品 已經笑了他一鑊 這次 十八萬條 收聽案 這間房也放不下 你知道嗎 正常不能想像 那個數目有多大 十八萬條 收定案 你知道嗎 我舉個三種 收定 第一就是銀碼 第一個是條數 現在每人可以提一條 一直加到一萬條 你知道嗎 每人可以提兩條 三條 四條 你就不停收定 你知道嗎 我們中學的時候 有些不同的combination 對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銀碼 多幾次就能夠豁免 於是 就從十萬元 一直到二十億 每一元跳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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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錶 即是 的士跳錶 這樣跳 有三種方案 每一個有成三 一不做二不休 就讓葉國謙一次過收皮 這個就要 其實他們現在出彈工手 有沒有辦法彈工手 彈到你這十八萬的修訂案 是沒有辦法的 不敢的 不敢的 因為秘書處 那個條例 是不是relevant 即是他真的relevant 要不然你立即申請司法 覆核他 這麼厲害 因為 法律顧問也不肯的 因為最近見過萬必 萬必都說 很多時候的議案 即是現在怎樣展報 即是現在怎樣展報 就什麼事情都是中止代續 是的 我告訴你為什麼修訂案 不跟別人重複呢 即是這樣 我們會上載一些方式 大家就分來做 譬如你呢 就做到一億 一億到二億 就第二個做 你知道嗎 大家分人碼 和分條數 來做 即是等於那時候 我們選這個區議會 即是每人分一本書 即是你寫這些項碼 還有號碼 即是你呢 就由第一條到二千條 二千一到四千 就第二個做 大家領好回去做好 整個軟件 做在手指上 到時便會編出來 即是這樣 那要訂購貨車才行 哈哈哈哈 這麼多 真是要用貨車車 給秘書處看看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秘書處 一生人 都未必要處理這麼多張紙 哈哈哈哈 我想秘書處的負荷 都會 會不會 秘書處一定要看完 和編版 根本就沒辦法提出來 是的 一定要看完的 還有要有足夠的時間去過 就是這樣 根本就 你一提幾萬條 這個就是投降了 哈哈 你投降了 有很多東西玩 保住這個權 是 是 必要時 什麼東西卡他 你就不停提修定案 即是台政預算案 都可以反死他 這樣 這麼厲害 是啊 是 所以 大家 等著 蕭先生 化學司令 看看什麼時候 這個方便 就盡快推出來 大家幫幫忙 是的 我們這裡大家都知道 有那些人電話的 大家打電話給蘇豪 打電話給于飛 打電話給明 阿宇揚 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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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籌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 這個 一做就做到破世界紀錄 一不做二不休 哈哈 看看這次 葉國謙如何處理 因為 始終 我覺得 即是他們現在 無賴到的地步 已經是 沒得再 找多些無賴的事情去做 但是他敢不敢 動秘書處 又是一個問題來的 秘書處 和法律顧問 是不理你的 是的 他是拿正來做的 因為秘書處 是獨立的 即是他不會因為 什麼政黨 或者什麼議員的關係 而 即是 將一些東西 skip 所以 這次 葉國謙真的 沒辦法不投行 有個朋友計過 500張紙 大約三轉口 18萬張紙 不是18萬張紙 每一個修訂案 是要用5張紙的 噢 你想想多少張紙 就是這樣 九十萬張 九十萬張紙 就大概是五十層樓 那麼高 五十層樓那麼高 嘩 真是 整條梯來爬 真的 銀梯都到不到 五十層樓 哈哈 即是要再訂多幾十萬張紙 回來給他 分分鐘 即是要在立法會門 畫一個地方 動起來才可以 這樣 奇景來的 這麼厲害 這個是奇景來的 這是 用手指交就可以了 即是推到上國際新聞 推到上國際新聞 打破建力士大全的紀錄 還要找人來點 劉翁回來了 劉翁回來了 這個世界 劉翁你很統籌 做好這件事 一定要跟他們死過 即是葉國謙修訂案 神經病 十八萬就破世界紀錄了 你知道嗎 網友計過 每個修訂案 是五張紙 即是九十萬張紙 神經病 九十萬張紙 如果你動起來 大概五十層樓 我沒有理由單獨 沒有理由單獨 但整個立法會 擺滿了一層樓 擺滿了一層樓 但先生 十七萬張紙 是哪個國家的 是法國的 我知道哪個字 我知道哪個字 所以我都會統籌 會跟幾個議員辦事處的職員 甚至我們的義工 一起做 你九十萬張紙 其實我們都很傷的 因為一張紙都要幾個 都十幾肥 還有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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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仙貴 蜜仙貴 曬鼓的選號 很嚴重 你剛才在哪裏 剛才上左右大局 連續兩天上左右大局 做嘉賓主持 也不錯 因為跟陳忠配合也不錯 陳忠其實也是人網粉絲 所以邀請我去做 剛才講了幾個題目 主要最後一場就是彈劾 跟郭榮鏗和謝偉俊對話 因為謝偉俊其實是支持 他支持了不遂任動議 他也叫梁振英最快一兩年內下台 但是他不贊成彈劾 用比較技術上 認為現在的彈劾議案裡的指控 就不構成一些很嚴重的法律問題 所以就不應該用這個彈劾程序去彈劾議案 劉翁回來了 我們講一下梁振英的政策 講一下這個土地問題 他現在施政報告就出籠了 很多風開始傳出來 他會說什麼 他其實有說過就是想找多些土地 就是蕭先生之前你所說的 向那些綠色 本來用來做郊野公園 他講三招 他說沒有實際的事情 就是講理念 理念就是全民穩地 大家都是去找 大家都是去找 像掘金的那種 走街全民穩地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 這個陷家產第一 就是我講過 就是將GIC用地 轉為住宅 多少是GIC用地 是有比例的 即是每個社區都有個比例 其實是 即是本來那個社區 是有多少用來做住宅 多少是商業用途 多少是GIC用政府機構 因為這些是服務當區的市民 即是你是住宅區 那你又佔多少 商業區又佔多少 一定要有街市 圖書館 社區服務中心 即是老人服務中心 全部都是那些 那他現在就把那些地上 對 即是那些慈善機構 但是那些人住在那裡 就沒有服務 那是很不得了的 其實在整個社會 地政規劃來說 是完全不合理的 完全大量把這些GIC用地 轉為住宅用地 第二 調高各地區地積比率 將市區的地積比率 調高 這個真的很嚴重 這個真的很嚴重 這個 其實我記得蕭先生 在他未上任之前 已經警告過了 警告過 他真的打算用這些一招 即是起到那些樓 屏風樓就更屏風 其實簡單來說 其實 而且社區會變得很熱 因為其實現在的屏風樓 已經令到所謂的夾縫效應 令到那些 不要說電視訊號收不到 甚至乎空氣的流通已經很嚴重 尤其最嚴重的是大國咀 基本上大國咀是局毒不得之了 空氣非常之差 我講過 提高市區地積比率 原理上是一定要跟他死過的 因為我親身經歷過五幾年到現在 一直減了 六十年減下來的 你明白嗎 這個地積比率 我們的市區仍然是太壁 是 你現在就加上 你現在就加上 你現在就是 reverse 了 就是買樓 就好像大躍進煉鋼那樣 就overruled 了所有東西 大躍進 就是大躍進 然後大躍進 原理一樣 這些人完全不懂歷史 這個quality of life 大家想想 再建一些屏風樓 你現在樓大一點 有什麼用 物質質 就是完全是熱到死的 是不是 就是沒有了休息用地 例如說 出街 就是老人中心 那些全部都沒有了 那你怎樣生活呢 我知道 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然後 洞洞樓六七十層 每個人過來 逼巴士 逼到整個市場都是人 這個就是 他的所謂 他的規劃 香港的未來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邱成武的說法 都很可悔 他說劏房 滿足到部分人士的需要 其實就是等於 現在梁振英告訴你 有樓你住你就好住 還要求禁波 第三 還有 還有 向邪度較高的 邪波 用來起樓 超爛 超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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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變成山泥基石 應該是 現在呢 可以升到20度 他預備 這個比例 可能高到25-30度的斜坡 都要來起樓 就是這樣 應該有 以前 在舊山頂 都有一點 斜坡 但是新的應該是不給的 絕對不給的 絕對不給的 其實梁振英 真的是一個 過往幾十年來想做的事情 記者比得低一點 赤坡 盡量不建樓 我們就鞏固 不要再有那麼多意外 因為太危險了 已經證明了 他現在無所不容其極 不過作為了索威亞 他沒有理由 連這些 少少皮毛的知識也沒有 那些是共產黨思維 就是大煉鋼思維 現在最重要的是 這件事 哄到你們的人 再建更多一些樓 這樣就可以了 建更多物質質 有點方不宅路 我明白 但是真的有些人 有樓住 有樓買 就會放過他 所以你經常說 為何他的文武 一直拆不下去 就是人們 還有期望 剛才我跟陳聰也說 對 打電話進來的 不是只是五毛 真的有些糧粉 幾大都要撐住他 因為覺得會買到樓 好像你之前說 馬家輝說 馬家輝想買到樓 好了 先講到這裏 先講一下李掌國的事情 那先起一條片 起一條片 南方周末的新年限子 中國夢限政夢 被廣東省委宣傳部換稿後 引發渲染大波 1月7號 南昌大學學生通訊社 在他的微博上發表 我們一無所有 唯有不能失去自由的文章 表達對南方周末的支持 6號開始 微博上流傳 大批大學新聞系學生 和校看編輯部等 聲援南州的帖子 包括北京外國語大學 學生貪務文新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學生報青春報 以及復旦大學 南京大學 濟南大學 和廣東海洋學院 等大學的新聞系學生 南昌大學的學生 南昌大學的學生 基本上就是 南方周末 其中一篇稿 正是趁著寫文 或者負責編輯 放假的時候 被人滿了 有很多刪改 剛才我在中國大學 也有訪問到陳欣健 你的朋友 陳欣健 原來他經常在廣州工作 所以訪問他 他特意去了南方周末的大樓門外 去看看示威者的情況 有些人都舉高了一篇文 在畫那些被人改了出來 也有很多人獻花 其實也不少廣州市民去支持 公安暫時都在旁邊 注視著 沒有干預著 現在大家非常緊張處事這件事 因為我昨天在節目中也有說 第一 就是停止勞教 這個就很重要了 對 第一是 人權 第二 他現在是高舉憲政 南方都市部怎樣這樣爭 因為這個是憲政夢 而你是suppless 習近平的憲政夢 這樣算怎樣呢 那誰刪了一篇稿的人 就是跟習近平對著幹 現在是隨時 那你正在等待習近平 會不會肯去表態呢 在這件事上告 但這件事會不會 這個風暴會不會捲回北京呢 現在這樣看 其實我看到一些跡象出來的 第一就是 習近平就是 不會出來 立即對付宣傳的人 因為其實宣傳知識形態 是以劉雲山 劉雲山我告訴大家 是很保守的 還有那些中宣部的人 全部都很保守的 那他就想 四四六六拆掉這件事 因為還未到在這些事上 發揮的時候 即是一次過從中宣部開拓 還未去到這個時候 但是你看到他做事 就已經很不同 如果往日就已經驅趕了這些人 是的 而且網上就已經禁止了 但是現在還不斷流傳 很多人都在支持 就是利用這件事來助長自己的心勢 沒錯 所以 在香港應該要繼續 承著這個勢 因為昨晚開始 已經是不斷 支持者 或者聲視醫生 或者歐錦棠 也好 每人都舉著一張牌 寫著 南周加油 拍張照 放在微博 還有放在Facebook 對南方系 支持 南方報業集團 自從2003年之後 整個系統已經不斷被人打壓 其實這件事件的發生 某程度上 都可以說是累積了幾年 這個南方系被打壓 而造成 累積出來的民怨 去到現在 連南方周末 都被人 改了新年獻詞的時候 就觸發了這件事的情緒發生 其實南方周末 其實每一年的年頭 或者年尾都好 都會有一篇詞 講一講他們 對當年的看法 那一次就是中國夢 憲政夢 但是這個所謂的托鎮 自己加了自己的詞 將題目改成什麼呢 改成為我們比任何時候 都更接近夢想 已經完全離題了 最好笑的是什麼 這個托鎮自己加詞裡面 夠膽死寫了一句 低級的錯誤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東西 好像2000年前的大雨治水 其實不止2000年 這個是4000年前 所以被人恥笑 蕭先生 現在你這樣看 有些人也會有說 會不會你對習近平有太多的寡慮 我不是的 看他實際行動來講 你這樣說 起碼第一 那個是立即停滯 我肯然是明白大家的懷疑 是立即 不能夠再將上訪人士 去勞 拿去勞教 這個就很重要 其實早前已經有很多這些跡象出來 但我都不認為是conclusive 其實以前 有幾萬人 他說全國六萬人勞教 我覺得這個真的太過低 只是九徑莊 都混幾萬人 即是去北京那些 他們都被捉在九徑莊 然後就被地方分配 是一夜之間都放了 是 這麼重要 一夜之間都放了 現在更加說明 立即是不准再將上訪的人 拿去勞教 是 怪不得早前有一些新聞 就是說 北京學生的媽媽上去探望她的時候 就是因為省錢 憤怒邊 就被人抓去勞教 是啊 但是 如果你是這樣看的話 你一下 我也說 這些事情就是這樣 你一下不准 那些人就會跟你說 是 上訪的人不准勞教 那立即就有二百萬人 那些地方勢力一定會反撲 但是第二就是 你覺得習近平 你曾經說過 等他去三月坐穩 然後才大幅度 但是他似乎現在的跡象已經 他在做輿論的感覺 我想 三月後他才有敢做些什麼 我只是兩件事而已 第一就是打大老虎 和殺人 打大老虎就是那些大貪官 大貪官 嗯 但是會不會有保守勢力反撲呢 因為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這樣說 其實他會不會更近溫家寶那邊 想改革呢 我當然覺得這個 是非常危險的 就是這樣做 這個這樣做當然是非常危險 就是挑戰技得利益 就是這個 就是容不容易被人謀殺 其實香港的房子會再升一些 因為那些人都會有錢下來 會不會 是的 是的 這一下放布禁 我覺得他還未能走到這裏 是啊 一放布禁就不能這樣倒掉台 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所有獨裁國家一放布禁 就真的兵敗如山倒 國民黨也是這樣 台灣也是這樣 當然了 我的歷史常識告訴我 第一件事你要小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 中央警衛隊是在誰手上 那那個人呢 是 葉振英的衛士 就是他們的黨 所以掌握了中央警衛隊 然後就講軍權在誰手上 你知道嗎 然後就講特務在誰手上 先掌握了這三個東西 然後才能夠殺人 然後就打輿論 先保障自己不被刺殺 然後就軍權 然後就找黑材料 但你互相沒有辦法聯繫 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抓一派打一派 譬如我是不打 我不打江派的 專打團派 專打團派 那都要用特務系統做 由江派拆開兩派 又打一派 你知道嗎 我一次過就打了所有人 難道他是 中國李登輝 我們休息一會 好的 本年度最期待溫馨喜劇 尋找快樂的故事感人導演 六大巨星心情呈現 英超有情人 1月24日踢出真情 靚煲王速新推出赤板團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煲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馳名 靚煲王 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煲之尾 即打23990812 畫照 www.23990812.com 嘩! Jackie Ninh真的很厲害 我不試過也不知道原來真的可以 Jackie Ninh當然怎樣 送我 Jackie Ninh超棒 你說誰 連Jackie Ninh也不懂 當然也有暗瘡 有Jackie Ninh 沒有暗瘡 我是找Jackie Ninh回手 她倆要幫我解決暗瘡 一無三暗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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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Jackie Ninh付暗瘡 我之前發了個夢 我跟你做事 我們在床上錄音 其實我不是很記得什麼 是什麼 總之都是新鮮聲的錄音 那就是起碼是2B的 好像是3的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太記得清楚 3級真的有格的 你看到我還要無為大了格 沒有 沒有格就有4的 是你抓住我的 是呀 張庄文出來的 抓住你來錄音 沒有人相信的 這個世界 好像在錄廣播劇 還要廣播劇 那我知道 你明白嗎 這個夢是什麼夢 因為這個就是 真真正正的放肥鬼閘 逢星期一次五 深夜12點半 五個一夜情 這樣 似好聽 分析改變命運 穿梭環球時事空間 劉翁 阿東 嚴達明 徐醫門 日韓兩國都剛剛選出新領導人 今天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 派遣的特使團到南韓 會見總統當選人蒲錦慧 表達善意 可是官方的友好 民眾卻不能接受 南韓就有民眾集結抗議 甚至有人切腹自殘 兩國間從殖民時期 一直到最近的島嶼主權恩怨 都很難放下 接過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的親筆信 兩週前才剛當選南韓總統的普錦慧 會見由三位議員和一位大使 組成的日本特使團 在兩國都有新領導人出爐的關鍵